上回书说到东方硕或许并辛苦着 还有罗夫跟这几个姐妹回到了秦家酒楼 罗夫赶紧跑进去就把情况跟自己的父亲母亲说了 罗夫的父亲秦全宝赶紧出来迎接东方硕 把这爷儿杀就接到了楼上 姐妹们各自回家了 罗夫赶紧七成一壶茶 端到了楼上给这爷儿仨每人倒了一碗 往爹旁边一站 秦千宝站起身胸 恭恭敬敬身诗一礼 道谢大人 送小女回家 小女平时也太随意了 时常的招惹是非 今天给三位大人添麻烦了 小老二多谢了 行了 别客气了 我们也是赶上了 就把你女儿送回来了 说到这东方硕 用手指的指货取柄跟辛苦子 店主东啊 你看见没有 这两个年轻人 是皇省身边的侍卫 他们呢 看到你家的闺女罗夫 也看傻了 你这个女儿可太漂亮了 啊 你看 这哥俩不想走都跟着上你们家来了 听了这句话 霍取病撞过头去 辛苦子不回避 两只眼睛仍然看着罗夫 罗夫给他个白眼 秦全宝把这些全都看到自己的眼里 心里也想 这俩小伙子可太好了 是啊 是啊 大人 女儿确实长大了 我跟他娘啊 每天都找人 给他说婆婆家 可是他一个也看不上 今天 这两个人 可是天下难找的好男子啊 福儿啊 你说哪个好啊 爹 要是按女儿看呢 哪个也不错 可是 我不知道 他们谁 跟女儿我有缘分呢 秦全宝 就问东方硕 大人 您听见没有 我这女儿可厉害得很啊 她还要缘分 这真是 女大不由娘啊 她主意太大了 就在这个时候 楼底下一阵大乱 秦全宝赶紧站起来了 哎呀 你们先坐着 我到楼下看看 汤汤汤 他顺着楼梯就跑到楼底去了 或许 你们先听听 这衣服 这衣服太好看了 配着这脸的更难看了 秦全宝 心里有数 因为知道楼上是皇上的侍卫 就跟自己的妻子胡适 二头旁边说了几句话 胡适聪明 点了点头 你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的 冯子都可嚷上了 这儿是不是罗夫的家呀 秦全宝过来了 客官 您是吃饭呢 还是喝酒啊 请坐 废话 啊 干什么呢 闪开 告诉你啊 我一不吃饭 二不喝酒 看见没有 放在桌子上 他一说这句话 手下兵 就把几匹锦段 就放在桌子上 然后冯子都望外一指 看见没有 啊 外边还有五匹西域粮马 这几匹锦段 还有五匹西域粮马 可价值上万两黄金呢 啊 本将军 都送给你们了 老小子 你是谁呀 客人 请您说话放尊重点 我是这儿的店主东 哦 你就是罗夫他爹呀 秦全宝去这儿哆嗦 我说客官 你为什么送我这么些东西 啊 送你这么些东西 你美啊 天上掉馅饼啊 我凭什么送你这些东西 哎呀 你瞧你长那样吧 秦年宝心说我长得不怎么样 您得瞧瞧您 您长得就怎么样啊 冯子都把眼睛一瞪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老小子 本将军要娶你的闺女做夫人 秦胡是马上过来了 我说客官的 有你这么求亲的吗 啊 你要真求亲 他可是罗夫他爹 这是我的丈夫 你既然求亲 就对着老岳父 就对着老岳父扯着嗓子嚷啊 岳父 岳父又怎么样啊 本将军在秦连山连抢了三个匈奴女子 他们的爹都让本将军 好家伙 这家伙连实话都说出来了 秦全宝听了大吃一惊 这秦胡是张嘴叫骂呀 还说呢你 原来你是这么个东西 你说谁的 谁是东西 我说你啊 原来不知道南北东西 冯子都不明白 什么叫南北东西 秦胡是一看还来劲呢 我说你不懂的南北东西 你还真不知道南北东西 他送你 我的女儿啊 南北东西都有人来说美 有人来送贺礼 就你这点东西呀 我见的多了 你见的多了 你老娘们家家什么见识啊 有谁能送这么多的心理 只上万两斤子 你呀 踏踏实实听我说 送贫礼多的有的是 刚才有个年轻人 长得可比你帅气多了 他送来的东西 把我们家后头的院子都装满了 楼上也都装满了 我不信 你说 什么人能送这么些东西 这小伙子呀 你就别提他了 他在长安千军万马当中 是走在第一位的 你说谁 你听着 这个年轻小伙子骑着大白马 马鞍子是黄金做的 他呀 身上背的宝剑是黄生赐的 他送的东西 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都是无价之宝 他十五岁就成了将军 十七岁就立功封侯 二十岁就当了国家的大司马 你听明白了吗 冯四东一听 心说这不是指着我们大将军 大司马获取病了 哈哈 你说的是我们大将军 大司马 霍大将军呢 别骗我了啊 我是他的属下 我还不知道 我们的霍将军 早被皇上的大女儿 卫长公主 看上了他们好着呢 谁会要你们家的女儿 没想到这几句话 楼上的人全都听见了 罗夫女吃了一惊 心口子瞧罗夫女一眼 心口子高兴的 心说你刚才还摆了我一眼 你看上霍旗病了 哎 霍旗病有人了 公主要嫁给他 你呀 只能嫁给我心口子了 几个人全都屏住了呼吸 就听楼下的秦氏说 你胡说 我家的女儿 皇上看了都会动心 我的丈夫都比你强多了 就是你 你还能娶我的女儿 冯子都气坏了 好啊 你这个老母牛啊 你是骗我呀 本将军不吃你这一套 把你的女儿给我救出来 你 就你这模样 长得跟大饼似的 我女儿老死在家里 也不能嫁给你 我看你就恶心 好吧 你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 放着丈母娘不当 你要当冤的头啊你 来 给我搜 这几个当兵的要往里冲 东方说带着霍区病辛苦的 蹬蹬蹬 有打楼上就下来了 这四个亲兵抬头一看可吓坏了 您再瞧冯子都 这霸道之气横满劲全都没了 上哪儿去了 这冯子都倒在那一份 他这横劲跟着他的魂 嘶了一下就飞了 飞到九天云外了 冯子都都傻了 扑通一声就跪在霍区病的面前 霍大将军大司马 您饶命 霍区病双眉倒数 二姆渊正脸上颜色更变 用手一指 封子都啊 你这个狗奴才 屁呀 屁呀 封子都左右开弓 打自己的嘴巴呀 奴才开始 奴才开始 奴才永远不吃太阳 大将军饶命 大司马饶命 秦胡师过来一抬脚 蹬 就踢了他一下 我告诉你 你跟我们家的猪 也差不了多少 你这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呸 哎呀 老娘饶命 老娘饶命 奴才是猪 是癞蛤蟆 奴才再也不敢再看天鹅肉了 霍区病把脸望下一沉 把他给我绑上 带回府中 怎么样 这几个当兵的二华不说 就把冯子都给绑了压走了 新年年这时候看明白了 哎哟 原来你是霍大将军大司马呀 请问大司马 我师父他 别问了 这位是东方大人 东方硕 这位 是东方大人的二儿子 辛苦子 哎呀 原来是明满天下的智慧之星 东方硕 东方大人 东方大人 那我不姓心了 我姓霍叫霍延年 或者姓东方 叫东方延年 东方说 心说 谁官大 你姓谁的姓了 这你要跟我到了长安 进了京城 到了皇宫 你马上改姓了 你看见魏清姓魏 看见张堂姓张 你看见皇上你姓刘啊 东方说 冷笑了一声 我说姓延年 你已然认了师父了 改了姓了 这没两个时辰 你就变卦呀 啊 辛苦的用手 一低了 新延年的耳朵 我可告诉你 你就乖乖的 跟我姓心 再辛苦几天吧 不然的话 你在这卖唱 我们可不带你走了 哎呦 哎呦 我姓心 我姓心 我就是新延年 那还不成吗 啊 我跟您走 东方说 霍去病 辛苦的 是哈哈大笑啊 这天太阳升得挺高 万里无云 但是非常热 东方说 就在院子里边树底下 整理自己的岳腹师 旁边放着一捆 上面写着 出奇东门行 手里头抱着一捆 上面写着 孤儿行 他正在整理呢 辛苦的进来了 爹 皇上叫您呢 叫我干什么呀 皇上在建章宫 跟皇后还有众位大臣 观看歌舞 让您去呀 八成可能是岳府的事 好吧 东方说 把竹简收起来了 辛苦子 您让皇上等着 我叫新延年去 爹呀 新延年 是我徒弟 那是您孙子 得我叫去 您可快着点啊 好啊 你告诉皇上 我今天让毛驴拉着车 进宫去见皇上 我说 爹呀 您骑驴可就够慢的了 还让驴拉车 我得让驴 拉上岳腹师啊 你呀 别管了 你告诉皇上 说我是坐着驴车去的 就行了 记住了啊 行了 我记住了 辛苦的就找着新延年 两个人骑着马进宫 在建章宫里 汉武帝跟魏皇后坐在一块 跟大臣们正在观看歌舞 就在魏子夫的旁边 坐着魏长公主 魏长公主 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 十几岁的女孩子 本来长得就好看 又打扮这么漂亮 坐在皇后身边 非常引人注目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十来岁的小太子刘炬 就跟个小大人似的 坐在皇上跟皇后当中间 后边一排呢 就是朝中的文武大臣 李菜呀 张汤啊 魏青啊 霍去病啊 歌舞已然开始了 这些舞女跳的是泥商舞 可是五弟看着看着摇了摇头 因为看惯了 就觉得陈旧而且乏味 等跳完了之后 皇上一摆手 这些舞女退下去 就在这时候 辛苦子带着新燕年 走到了建章宫大殿 辛苦子拜见皇上 拜见皇后 辛苦子 你带的是什么人呢 皇上 陈带的是我爹 新找来的唱乐俯诗的叫辛延年 辛延年 哎 辛苦子 怎么跟你的名字差不多呀 皇上 他本来呀 就叫延年 可是他听我爹叫我辛苦子 他以为我爹跟我都姓辛呢 他呀 就要改成辛延年 说跟着我的信 哎哟 皇上手里胡须乐了 小子 媳妇还没娶 就我这么大的儿子了 这个东方硕的儿子 辛苦的 说话跟他爹一样 十分幽默 皇上 他比我大 要是儿子 也只能是干儿子 在场的人全都乐了 五弟就问辛延年 辛延年 你会唱什么曲子 回皇上 小人会唱不少呢 这几天 我跟着东方大人排练了几次 我也不知道应该唱什么 汉五弟 看了看辛苦子 辛苦子呀 你爹怎么还没到呢 辛苦的 想起爹的吩咐了 皇上 我爹呀 今天是让小毛驴 拉着车 他是坐车来的 哎哟 东方硕坐上驴车了 有意思 他这一乐 大家伙全乐了 刚乐两声 五弟就指住了 为什么就瞧见 东方硕一拳一拐的 依然走进大殿 东方爱卿啊 听说你坐上驴车了 哟 怎么还一瘸一拐的 摔了一下 哎呀 皇上啊 您别提了 怎么了 难道说这头驴也想害你 东方硕多聪明 有话就搭茬 就望下接下鱼 东方硕脑子 唰了一下 就想出一句话来 他看了张汤一眼 皇上 您算是说对了 这年头驴都知道害人 我呀 算倒了没了 这驴老想害我 张汤心说 你说你的我不理你 他把头一转 眼睛不瞧 东方说 汉武帝明白了 他就把花岔开了 东方爱卿啊 你倒是说说 今天 这驴是怎么害着你 皇上 您真想听 朕当然要听了 既然皇上你想听 我可就说了 今天早上 您找我进宫 我刚要骑这驴 他跑了 一下 就把我脚摆了 我追不上他呀 我一想 驴啊 你不让我骑你 我让你拉着我走 我就给他套上一辆车 我坐在驴车上 挺舒服的 走在平整的长安大道上 一点也不颠 比起码还舒服 您猜怎么着 皇上 走着走着 我在驴车上睡着了 等我一睁眼 可把我吓坏了 我一看坏了 怎么了 皇上 这车不走了 您猜这驴干什么呢 他到了宫门口 就把摆在那 供皇上您 观赏的一堆花草 他给吃没了 汉武帝手里胡须笑了 行啊 吃就吃了吧 那怎么办呢 您说吃就吃了不行啊 这门口的卫兵不干 非让我东方说掏钱 他去买重新摆上 皇上 您也知道 我现在是直脊狼 一个钱都背成两半花呀 可是我一想 人家说的对 是我的驴吃了花草 我也不能不赔呀 我越想越生气 我就教训了这头驴两下子 我拿着鞭子 一边臭我一边骂他 像皇上 你就别搭茬了 这皇上还搭茬 东方爱情 你怎么骂的这头驴 皇上 我抽这驴我就骂他 驴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你是将军 随便到哪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吃什么也不给钱 你以为你是功臣 你是吃黄粮的 啊 逮着什么吃什么 也没人敢跟你要钱 嘿嘿 老子可得替你付钱呢 汉武帝跟在场的人 全都笑了 霍气病虽然也笑 但是脸全都撞红了 东方硕接着说 王上 这驴他不听话呀 我打他 他就往这巷子里头钻 我拉着他 他往大道上走 他就是不回头 还对着我直叫 分明是冲着我嚷 张堂 离着皇上最近了 他恨疯了 东方硕了 一看这个机会 就跟五弟说 皇上 您听 东方硕可懂得驴的话 您问问他 驴冲他嚷什么了 东方硕不等皇上问 接着就说 这驴呀 他的话呀 我不但懂 啊 大伙都能听懂 文武百官 全都明白什么意思 全都笑了 张堂没办法 只好摇了摇头 五弟用手一指 东方爱情 你说说 这头驴 他为什么对你叫 皇上 他不是叫他冲锅嚷 那他对你嚷什么呀 皇上 不是我先骂了他吗 说他不是当官的 不能白吃吗 他回过头来跟我嚷 他嚷啊 我不走 我也不是军车 想走哪走哪 文武百官听着更乐了 连魏子夫还有公主太子乐的眼泪都出来了 魏清止住了笑声 走到了五弟面前 跪一下了 众人一看全都不敢乐了 汉五弟大吃一惊 魏清 你这是怎么了 皇上 东方大人所讽刺的确实是实情 最近羽灵军还有西北战场得胜之师 在长安城为所欲为 士臣等约束不力 给百姓带来不便 怨声四起 臣请皇上致罪 大将军 羽灵军人管得不好 恐怕不是爱情你的事吧 胡屈兵马上过来的 在魏清后边跪下了 皇上 都是臣治军无方 才使他们在长安横行霸道 臣请皇上致罪 是啊 屈兵啊 你不仅要知道爱兵 还要知道爱民呢 朕才能放心呢 军队归两位爱卿所管 这件事你们看着办吧 权力是交给魏清跟霍旭病 魏清站起身心 霍旭病跟着站起来 两位大将军要传下军令 这命令到底如何传的 下回再说 下回再说 ao 要 fing 那要幹脱去 满谱